另一邊 滾 沒有的東西 是 真是一群廢物 好你個不知死活的玩意兒 遲早有一天我要收拾你 他的事啊 你以后再说吧 当你当上了皇上 别说是双儿 就是掌戈灵旗王府 也任由你处置 舅舅说的是 父皇现在有母后看着 谢延祁那边也没什么动静 看来你我还算顺利 是啊 幸亏有慕容一允他们 谢延祁让皇后伤透了些 这才便宜了我们的 我听闻最近的老东西 病情越发加重 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现在动手 是我们的最佳时机 我会安排好我的人 做好万全的准备 很好 那我明日就进宫 让你的人随时做好准备 一有动静即刻行动 好 好 待事成之后 侄儿一定好好谢过舅舅 那老臣就借过皇上了 爱卿不必多礼 娘娘 参见皇后娘娘 皇上的病怎么样了 臣无能忘皇后娘宁恕罪 还有多少十日 恐怕撑不过今晚 好了 下去吧 谢皇后娘娘不杀之恩 罢了 罢了 皇上的病我明白 这不怪你 是 臣告退 小秋子 在 去传太子和二王爷进宫 就是皇上 就是皇上 并未 将二人送来进宫 老奴遵旨 皇后 看来是季道 哥哥 你去御书房把赵书拿了 然后通知御灵军吧 准备行动吧 是 季 是你逼母后这么做的 奉皇后之命 带太子殿下觐见 其他人等不得入内 大胆 太子殿下在此 谁敢放肆 算了 既然如此 带路吧 殿下 这 放心 你在这里等候 不得请去妄动 太子殿下 请 告诉尊上 皇上并未 太子走近 去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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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皇上 皇上 去找歇言孝了 恐怕 好了 不要输了 下去吧 歇 干什么 难道不认识我吗 都给我让开 我要觐见父皇 还请王爷息怒 属下也是奉皇后娘娘的口谕 任何人不得出入宫门 什么 皇后娘娘的口谕 父皇并微 为何连宫门都要关闭 为何连我都不让进 如果只是宣三哥觐见 可能因为他是太子也就罢了 可是母后也同时宣了二哥进宫 这到底为何呢 不好 三哥可能有危险 小四 秦柔 你来了 咸阴祺进宫很久了 到现在都没回来 我担心他出事就过来了 我也是为了此事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父皇并微 我要进仁孝之道 你给我让开 还请王爷不要难为属下 这可是当今四皇子 难道你们就不怕株连九族吗 走 让开 不怕株连九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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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不怕株连九族吗 恰巧在宫门外看你情柔 我就带他一起来了 父皇的身体如何呀 你父皇恐怕是不行了 我这个时候宣承儿齐儿前来 是要宣布废太子之事 本不想让你牵扯其中 可谁知你偏偏跑了过来 母后 母后不必大事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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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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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瓜 早这样说就好了 不管今日事成与否 我必定与你 同生共死 好一个同生共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拿下 没有想到 你却让我残害自己的亲生骨肉啊 妹妹 你就别怪我不念兄妹之情了 给我上 谁敢 独孤 年轻哥哥 您怎么样 受伤了没有 一羽 你怎么也来了 草民参见皇后 王爷 我有心救驾 但实在不了解宫中情况 刚好碰到依允姑娘 要不是她带路 也不可能顺利赶来 独孤 辛苦你了 这都是慕容姑娘的功劳 皇上 皇上 依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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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太医 快传太医啊 依允 传太医 皇上 假 崩了 父皇 游戏 外宫 快传太医 好 快传太医 快传太医 了 岂上 十二十三 四十三 皇上 皇上 与你这心形 好 王 草民也告退了 皇上驾崩 哀家虽伤心欲绝 但国不能一日无君 幸好皇上生前立下太子 并留下诏书 是 邱公公 在 宣旨吧 是 太子谢延祁接旨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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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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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等定当竭尽辅佐 保我江山射击 好 凌尘王 谢言臣 母后 欺君王上 残害受阻 即日被贬为庶人 驱逐出城 若五指昭境 不得进京 母后 儿臣知错了 母后 带下去吧 不要赶儿臣走 母后 不要赶儿臣走啊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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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印 中间不分 谢谢铸成大错 谢免去相国一职 即日起 即日起 闭门思宫 一年之内 不得迈出 方门半步 谢皇后不杀之恩 走 哀家累了 你们等回去吧 还望母后 保证奉地安康 儿臣告退 儿臣告退 你 赌公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这里不是去王府的路 你要去哪里 天下之大 我饿不死他 我饿不死他 真的决定不再回去了吗 为什么 刚才你不是还要跟谢免齐同生共死吗 当谢免齐发生危险的时候 第一个扑上去挡刀的 却是他慕容医允 而且 他看见慕容医允那神情紧张的样子 我就明白 以后就算我当上皇后 他心里也只有慕容医允一个人 况且 就像你说的 他是皇上 以后会有三公六院 一个慕容医允就把我弄得焦头烂额 那以后 我真的不敢去想 而且我隐晴容 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人 我想要的 只是一个男人一心一意的爱 而谢免齐 她的感情世界太复杂了 我接受不了 不如这样 你跟我走 我带你去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 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任何烦恼 是桃花园 还是神龙岛啊 我只不过是俗人一个 怎么能忘得了这世间的繁琐呢 那你一个人去哪里啊 放心吧 我家那么远 我都过来了 不是 赵谷 不过来 她是个人的 我最后 记得你 你们好 在你 不 fav 我 让你 pozi 我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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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章 你立刻去把全京城最好的大夫 给我请过来 每日轮流召看慕容姑娘 切不可有一丝差池 还有 太医说她嗜血过多 尽快让御膳房按照太医的吩咐 多熬些补血的汤药 一旦慕容醒来就立即为她喝 是 快去 还有何事啊 太子 尹姑娘她 她怎么了 她走了 走了 去何处了 属下也不知啊 尹姑娘出去以后执意不回来 我也不好阻拦 什么 启禀太子 慕容姑娘醒了 我知道了 下去吧 是 禀太子 目前一切要以登基大典为重 以免节外生枝 你最好不要亲自一个人去找尹姑娘 更何况尹姑娘速来日姓 没准在外面玩两天 自然也就回来了 李章 立刻拆恩去搜寻秦柔的下果 及时把整个京城翻过来 也要给我找到她 是 搜去 为了这皇位 手足相残 骨肉相弃 到底有何意义 太子殿下 双儿 你有何事 双儿 双儿见太子殿下眉头紧锁 是有何烦心事吗 不为何事 你先退下吧 双儿知道一个天大的秘密 不知道太子殿下可有兴趣吗 是何秘密 是何秘密 殿下 难道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尹秦柔的身份吗 秦柔总说她的家乡如何如何 那敢问 她有没有带殿下去她的家乡看一看呢 难道她就不想她的家乡吗 难道她就不想念自己的父母吗 除非尹秦柔的家乡 并非在你我脚下的国土之上 可是她又和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 殿下 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实话告诉殿下吧 那尹秦柔 根本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而是来自于未来时空的 殿下是信不过双儿吗 你所说的 本王也曾怀疑过 今日你的言辞 不过证实了本王的怀疑而已 对她尹秦柔又有何影响呢 不妨与你直说了吧 我喜欢的是尹秦柔这个人 跟她来自于哪里一点关系都没有 太子殿下的感情自然为真 可是她尹秦柔却没有那么单纯呢 你此话是何用意 若是你道不出个所以然 本王必然定你的罪 顺儿既然敢这么说 就必然有证据 尹秦柔想要嫁给太子 只不过是为了进入宗祠而已 这个殿下可知道吗 尽宗祠 因为那宗祠里 有尹秦柔等人能穿回到现代的 重要之物 然而 一个普通人想要进入宗祠 只有嫁给皇室这一条路 所以 双儿想说的是 尹秦柔想嫁给太子是假 利用太子的情感 达到自己的目的才是真 大胆 本王知道你口密福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烡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对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伟归于德 齐儿 我与慕容家的恩怨就是这样 你若平凡昭雪或是立他为妃 母后都不再阻拦你了 我要搬去伯洛寺 请登古佛 了此才是 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祝祭改元常德 大赦天下 以仗新朝气象 亲此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与皇万岁万岁万岁与与皇万岁 和威力挤 一边拍摄 借后 要 好 好 没什么 太晚 太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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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我下去 你 reflex了 你跑了 拍拖跑 跑 快跑 三二一 开始 我可是两家少女啊 跑 就如此 你惹得起了 被嚇叭 氏 你一开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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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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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